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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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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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模拟战场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正像电影《冲出亚马逊》所展现的那样 这所学校有一项传统 当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学员被淘汰时 该国国旗就会被降下一次 但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 中国军人始终捍卫着这份国旗所代表的荣誉 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给何龙带来了深深的影响 出发前我立下实验 即使回不来你绝不能放弃 即便做好了心理准备 猎人学校的训练难度还是远超他的想象 入学后 首先等待何龙的是63天地狱般的基础选拔阶段 这是选拔阶段的第五周 何龙和六名学员被送到一座小岛上 教官在收走鞋带腰带后就扬长而去 仅留下一把砍刀和几个鱼钩 看似植被密布的丛林深处 可获取的食物却极其稀少 连续三天三夜 他们在岛上连一只鸟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因为饥饿 有两名别国队员因误食生物鼠食物中毒 一名别国队员因饥饿 头晕 失足坠崖 实在撑不住的时候 何龙就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脸 告诉自己冷静坚持 冷静坚持 除了要对学员的身心进行极端考验 猎人学校的训练课目也非常严苛 训练中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迎接被淘汰的结果 那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整个学习已经步入尾声 何龙正在进行一次身前训练 就在训练即将结束之时 他的水下步枪却意外滑落 迅速向水底下沉 潜水水域深度达二十多米 对于专业的潜水员来说需要缓慢下潜才能适应 但何龙很可能因此耽误训练进度 面临淘汰的风险 来不及犹豫 他迅速向海底冲去 强烈的水压不断地刺激着何龙的耳膜 但此刻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几分钟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炸进肉里 这份代血的荣誉 象征着这名中国军人的一腔热血 看到国旗升起 心里无比启动 泪水在眼眶里打装 我没有给祖国丢领 没有给中国军人丢领 在世界的舞台上 展现中国军人的形象 是一份骄傲 也是一份责任 更是何龙心中不可撼动的理想 这份理想的种子 早在何龙的少年时期就已经播撒 这一届 但那个坐姿还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惊人标准吧 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个笑 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非常喜欢喜山多 当时我跟他说 其实我们从喜山多身上 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 那次谈话以后 我还是对他触动有点大的 梦想的光亮 就在一瞬间 照亮了何龙的内心 从那时起 考军校当军人 成了何龙唯一的目标 甚至我记得他跟我说 部队那个环境是公平的 只要努力 别人是看得见的 从入校时的倒数 到毕业时的年级前时 何龙用两年的时间 完成了对自己的承诺 那个或许不被人所关注的梦想 悄悄生根发芽 最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梦想的力量 终究能把一个人带到多远的地方 可能连何龙自己都无法设想 但只要坚定地走下去 总会迎接灿烂的阳光 2017年 何龙因为在猎人学校优异的表现 被组织任命为 蛟龙突击队 特战一营一连连长 蛟龙突击队 是中国特战队伍中的一把尖刀 而特战一营一连更是这把尖刀上最锋利的部分 引导打击 安保警戒 海上反恐 从第一次亚丁湾护航到环太平洋军演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 这支队伍总能临危受命 挺身而出 何龙始终铭记着自己的责任 2019年2月 一项新的使命落到了何龙肩上 带领连队奔赴吉布提 实行住房任务 可以拉开一点 面对无山的使命 何龙丝毫不敢松懈 要应对陌生地狱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何龙必须在行前的集训中 确保每位战士都能拥有走向战场的身体素质和技能 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十分苛刻的训练计划 盟将手下吴洛宾 在何龙的魔力下 连队所有官兵都具备了低空跳伞 直升级滑架 引导打击等特种侦察能力 我们不但要学习几乎所有武器的使用 主射 气凶处理 伤口红河 还要学英语 感觉几个月的继续 要当论压编的收获还要大 平时多流汗 暂时少流血 因为我们面对的敌人 他是各种各样的 必须我们要把自己变得强大 猫腿鹰 行动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就是温压手雷的石头 每一个人扔两枚 他都是陪着那个人 352枚雷 你一个人投两枚 你所经历的爆炸的冲击 也就两次 但是河龙他经历了352次 整整五个月的行前集训 河龙连队打出了12万发子弹 每人负重行军超过1000公里 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只有六个小时 在临行靠河中 连队获得了全优的高度评价 2019年8月 带着祖国的嘱托 河龙踏上了东非的大地 沙漠 高温 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各项任务 连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而摆在河龙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既不是难耐的高温 也不是蚊虫的侵扰 而是狙击手的集体 水土不服 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 远距离精准射击都是一项极难掌握的技术 海拔 封片 光照 每一个细节 十只毫厘 都有可能导致巨大的偏差 但面对急不提地面翻过 过去的很多射击经验都无法沿用 如果在真实的战场上 狙击手没有命中目标 必然给整个行动带来直接的影响 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通过查阅资料 河龙了解到地表气体吸收热辐射后向上抬升 因为气体密度的不均匀就会导致折射 此时狙击手眼里的景象都是弯曲的 极难瞄准 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精确射击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组织试射 并从中找出规律 风速4.35米每秒 经过一系列调试 河龙发现调低瞄准镜的倍率 气浪的干扰就会降低 但与此同时射击目标也会随之变小 这就要求狙击手们加强聚枪瞄准练习 即使如此 河龙也绝不放松要求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 连队狙击手终于再次打出了满环的好成绩 此时的河龙知道 在这场和恶劣环境的较量中 自己赢了 深入研究创新训练 河龙不仅帮助祖国 积累了在陌生海外环境作战的经验 也将这些经验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 2020年2月 河龙和所在联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为吉布提海岸警卫队提供特种兵训练课程 展树 滑降 攀登 操华州 舰艇攀爬 海上求生 诸多特展课目的教学任务 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兴与自豪 对他们而言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培训任务 更是展示形象 仰我军威的一场对外交流活动 在各课目的展示过程中 河龙和联队战士们 娴熟运用各类特战技能 使吉方人员钦佩不已 培训尾声 河龙带领连队和吉布提海岸警卫队 共同组织了一场海上演练活动 扎实的军事素质 过硬的特战技能 坚韧的意志力 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 一年三百六十 多是横戈马上行 年少读书是萌生的从军梦想 海岛立兵是淬炼的家国情怀 都激励着河龙 最终成长为金武善战的海上蛟龙 万里海江之上 中国军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 捍卫着祖国的尊严 脆火磨炼 砥砺前行 时刻能战斗的信念 催促着特战尖兵们不断成长 身后是祖国 身边是战友 特战尖兵和龙 用硬核实力 诠释了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昂扬风貌 不战敌人 射火几岁 全祖国放弦 全人民放弦 岁月雕刻年轻的轮廓 你的故事在这里诉说 你的故事在这里诉说 强军争成凶心似火 指引那份最初的承诺 生命闪磨 生命闪烁不变的奔色 你的青春在这里铭刻 战斗风浪抵挡向紧握 指引健康神圣的职责 你是我的榜样 你是我的开末 你是我的开末 从全路上有你 招呼我 奋力去拼搏 你是我的榜样 你是我的开末 从全路上有你 激励我 永远去开拓 从全路上有你 激励我 永远去开拓